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5月4日 周二晚上的7点50分 今天的市场 终于波动是稍微大了一些 特别是纳指科技股这边 今天在一众科技股大佬的带领下 他们站在桥头 看着下边的滚滚江水 朝后背的科技股小兄弟说 听我指令跳 他们率先跳了进去 后面的科技股就纷纷跟着跳水 跳完之后回头一看 上边桥头忽然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谁呢 耶伦正在朝他们挥挥手发出迷人的微笑 那么今天这个市场的下跌 或者说跳水到底合不合理 耶伦该不该背这口锅呢 咱们一会来看一看 同时今天整体的市场 我们说还去跟踪一下 昨天讲过的像AMD304的财报 那么今天的股价其实表现比较稳定 没有出现继续下跌的趋势 那么现在是不是咱们应该等机会 撸起袖子准备抓机会的时候呢 另外最后我个人也减仓了两只个股 也在正做一些准备 一会给大家讲讲减仓背后的考量 好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整体运行 今天标普这边一共有243只股票上涨 跌幅是0.67% 今天纳斯达克100这边就比较惨了 就是刚才跳水的那一种跳水运动员 一共只有19只股票上涨 道指今天还不错 还收了一个绿牌 今天有接近一半 有14只股票是上涨的 所以总体表现还是比较的抗跌 尽管盘中也有下跌 但是在我们看尾盘 是硬生生的把它给拉回来了 那么今天的罗素 中小盘这边其实跌幅还相对比较合理 1.1%多 其实整体跌幅也不大 也是尾盘的时候被拉起来 还是问题又出在纳指上 那么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跳水 首先看我们说 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耶伦 由于在更早的时候说 说这个可能要预防经济过热 要加息对吧 他有这么一个表态 然后大家你一传我一传的一解读 就说这个市场跳水 因为加息加息的什么 对科技股最不利 所以大科技们纷纷跳水 大家都那么去思考它 那么耶伦等到稍微收盘了之后 就说其实我表述的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美联储这边有它独立的一个思考 我也相信美联储的独立性 我只是对它的整体的 就是经济过热 未来的一个发表的预期而已 我并不代表之后 我也没有权力去决定 什么时候加息或者怎么加息 对吧 我相信美联储有这个能力 自己能决定 反正到了盘后的时候 又把这个话他又说回来了 他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很多人说纳指跳水 整个市场跳水 是不是最主要就是耶伦的这个话 是不是算个乌龙 这个跳水乌龙是不是很快就能收复 是不是很快就能反弹 我个人认为 耶伦背的这口锅 其实是大家强加给他的 其实这口锅根本就不该耶伦背 有没有耶伦的这句话 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耶伦在发表相关的这种 就是那个媒体 在把他昨天 他本来耶伦的讲话是在周一采访 今天是周二的时候放出来的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 在盘前的时候 其实市场的期货大家去看 就已经开始在下跌了 他不是说由于盘中还在冲高 或者在盘整的时候突然下跌的 所以今天我们才看到 留下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不管怎么样 咱们说这个缺口的留下 和这个缺口的形成 从单纯从技术面上来讲 咱们现在抛开基本面不说 基本面最近的财报 大家该出的都出了 都出的很好 都是达到了预期 90%以上的公司 披露财报的都是达到 或者超出预期 都是及格的 没话说 所以基本面在这放着 那么技术面上 这个跳空缺口是一个很显然的 如果从技术面上考量 我们从缺口的类型上来讲 它是一个突破式的跳空缺口 什么叫突破 向上突破的时候代表要上涨 向下突破的时候代表要下跌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在盘前就形成的 由于盘前的期质的走低 和盘前交易的整体走低 导致的一个低开 这种走势 它就是一个弱势走势 它有没有你这个讲话 它都这么走了已经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抛售的一个状态 或者叫主动回撤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曾经在什么时候出现过呢 2月份出现过一次 2月份其实当时的整体大幅的下跌 就是来自于2月19号到2月22号 就是这个周一 19号是个周五 然后22号是个周一 那个跳空缺口 就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这种叫做突破式的缺口 当时也是这样 没有经过前期低点的测试 直接跳空下来了 不管市场因为什么原因下来的 总之它就是下来了 而且是一个走弱的表现 这是在纳指科技股上 非常明显的走弱表现 这个缺口一流下 这个测试低点 没有去测试它 这种位置的形成 就代表着这一段要开始调整了 至于它这个调整过程 很多人说它这个调整是怎么调 它这个调整是不是来了以后 就这样就直接就下来了 咱们什么时候看过这种形式 对吧 这种是非常少的 像去年3月份 20年3月份那是很突发的 那种情况很罕见的 调整的意思是 这一段趋势开始 它要不会去上涨 暂时这个高点和这个缺口 都是压制力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样走 然后这样去测 如果继续能撑住 突破 然后再去往上抬 这样去走是可以的 如果不行 对吧 但是现在整体走弱了 应该怎么走呢 现在下来了以后 反弹缺口 守不住 继续往下走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这样走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看趋势 看趋势 现在就是这么走了一个 比较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整体偏空偏弱 至少从纳指的层面来讲 是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 实质性的缺口压制的作用了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 再加上之前跟大家讲过 现在的指数合不合理回撤的 小回撤1351013521 今天收盘收在哪里 收在13544 其实就是在这个 支撑第一个最小的回撤的上方 这个跌幅对于纳指来讲 对于现在的指数来讲 是完全合理可接受的 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 也不是恐慌 也不是所谓的大的结构的破位 还挺远 还挺远的 除非把下方的大的 极限回撤的这个位置给破掉 那么这一段上行结构 这一段上行结构可能要完蛋 就要去干嘛呢 就要去测这个位置 破掉这个点 就要去测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才到哪 现在才到这儿 才测这儿呢 所以这儿到这儿有多少的距离 从上方这个圈圈 第一个回撤的位置到下方 大概就是2.7 2点多个点 2点多个点 就从现在的市价往下2.5个点左右吧 从纳指100的角度来讲 2.5个点左右 所以即便它现在反弹 从现在的市价再往下跌2.5个点 也都是合理的 那这就是我们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看一个东西了 就要做 之前跟大家讲过好多好多遍的 这是上升结构 这是上升结构 上升结构里的回撤回踩 仍旧看上行对不对 那么买点在哪里 其实买点不就是在这些地方 对不对 那么卖点在哪里 破位 这个地方破位走掉就要卖 卖了以后看这个底点回撤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上行结构里的合理的回调 完全合理 所以他们站在大桥上 不是耶伦把他们推到河里去的 他们自个自愿跳下去的 所以这么去理解 因为你看一看 包括几个大的科技股 你就能知道 你看苹果的跳水犹豫吗 一点都不犹豫 完全不犹豫 它跌了今天3.54个点 直接往下砸下来 很明显的放量再往下砸 尽管接盘的很多 但明显的卖盘要大于买盘 就是从力度上来讲 它这个阴线收的 如果它能够收出一根很长的下影线来 能够至少只留一半的实体 那还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实际上不是 你再看Facebook反而更强一些 对吧 今天跌下去以后拉的非常的快 你再看亚马逊 亚马逊跟苹果差不多 它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抵抗 所以它是一个主动抛压的行为 市场就是在主动在卖东西 卖东西是什么 卖东西就是回调呗 回调是正常合理的 合理的 现在位置也都合理 你包括苹果的上行趋势也没有破坏 也是合理走势 所以从指数的看法上 我个人看到下跌 其实挺不地道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的 买的股票是被套的 对不对 但因为我的持仓都是在浮营状态 我是希望还能够有加仓和买股票的机会 所以我是想看它继续能够回撤到下方这个位置的 但是想它只是我来想 毕竟今天连第一个回撤位 它都没有真正的破掉 没有真正的收到下方 何来谈下方呢 对不对 谈下方更深的回撤呢 所以这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整个市场从纳指的角度去调整一个刚刚开始 好吧 所以整理现在市场大家理解为小结构 短期偏弱 大结构允许回撤到下方 回撤到下方就是买点 这里 我是准备在这个地方要下手的 要买股票的 所以这是我提前告诉大家的 所以为什么说叫撸起袖子 撸起袖子 因为它不跌在上面横着 没办法 你又不敢追 而且从无论从PE来讲 从业绩来讲 你还怎么追呢 你追不下手 对吧 你追不下手 它又横在那不动 你又买不了 你又不能追高 那你只能干瞪眼 干瞪眼就干耗时间 没什么意义 所以它市场走的快一点 直接跳下来 连续跳下来都可以 跳下来之后 跳到圈圈这附近 正好是一个下手的机会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考量问题 短期下跌不重要 因为你又不是做日内交易 你日内交易的话 那你就看日内的一些 技术指标就好了 对吧 你不用看基本面了 完全按照这个技术指标 做日内就可以了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做日内 你多少持有 还是有一个小周期的 所以现在的看法 不用那么悲观 至少从大的优质股票上 纳指科技股的优质股票上 不需要太悲观 PE高是高了点 高了点好 高了点现在去调 往下跌 跌了以后正好给你合理的机会 对 等市场再一买的时候 再去炒下个季度的财报预期 炒经济复苏 炒别的概念 他就慢慢往上走 等到预期炒完了以后 利好消息一落地 全部东西一出完 他就往下卖 市场就这么一个过程 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不用着急 也别怪耶伦 耶伦确实是 人家这锅背的有点冤 有点冤 所以这是今天大的一个方向上 就这么看待 小回撤 大回撤 等着这些位置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个人这边也是跟大家提前去说一下 因为它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未来的几天 我是有可能会去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的布局的股票和点位的 有可能会告诉大家 比如说有一些股票 我准备什么时候买回来 比方说我的持仓里边 对吧 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捡过仓的之前 包括苹果 SRG DHI 还有NVDA都捡过仓 对吧 然后今天还剩两只没捡仓的 今天都把它们做了捡仓 又跟大家讲 所以我都是捡过仓 成本下降以后 都是有可能倒下去再买回来 甚至还有其他的预备建仓的股票 有可能的话 未来如果有机会出现 我会告诉大家 包括如果我建仓了 会实时更新给大家 好吧 在节目里面大家注意每天去查看就好了 好 那我们讲完这个 还是简单去更衣一下一个东西 就是更衣一下AMD的事情 AMD今天其实表现得很好的 今天市场整体下跌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下探的动作 然后尾盘拉回来的 还是在这个支撑区域之内没有破 对吧 我们这个支撑区域76到86 今天最低的位置去到77块04 在这个支撑有效 还在这个范围之内晃荡 今天的304的财报出来之后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目前看到的整个的财报 还是属于正常的 这是304的财报的一些核心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其实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 唯一的问题 304的PE跟它自己的以前的平均PE 历史PE相比确实高出挺多的 这个是一个风险 这是大家要知道的一个风险 但这种PE市场既然给了它这个定价 有它部分的合理的理由 就是它必须要支持它的一个长期快速的 持续的增长 但你看这一次的增长 其实一般增长的很一般 所以整个的财报下来 304这边是一个整体超出预期的表现 GAP的收益是0.75 EPS是0.75 是超出市场分析的预期的 包括营收这边也是超出的 所以整体上没有爆雷 昨天担心它爆雷 它没有爆雷 它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包括盘后公布之后股价也没怎么动 但是它没有给前瞻 对吧 因为它要完成和MD的收购的协议 所以没有给前瞻 然后也停止了派息和股票的回购计划 这是大家要知道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它这边包括MD这边没怎么动 没怎么动说到这 我就要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半导体 昨天讲在走弱对不对 今天也是急速的往下走了一波 很多的股票都是急速的往下走 走的还不少 你看台积电还好 你看英伟达今天走的多不多 今天往下走了3.27对不对 之前我在这个地方捡了仓 今天再次往下掉 然后这也是一个破坏走势 所以下方今天最低的时候去到了560 但是离我530到550的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怎么办呢 一个字等 等 反正我有持仓我不着急 所以我等 等到合理的位置再去建仓就可以了 毕竟还是一个走弱的一个趋势 所以现在 其实今天的半导体的股票 很多股票都有人抄底的 我告诉大家 都有很多股票都有人在抄底 都是在左侧在买 很多都有 包括德州 包括英特尔 非常明显 英特尔非常明显的一个抄底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抄底的形态 所以英特尔这边你要是抄呢 你就跟着别人一块抄 跟着资金一块抄 对吧 比如你喜欢做左侧建仓的 它本来 你看它的2021年年底的估值56 我给到这个地方 今天最低去到哪里 今天最低去到55块8 实际上你往下买48到56这个位置 你不会亏 你就是大概的一个方向能算得出来 48到56这个区间 买的英特尔 你最后在年底的时候 你不会说出现什么亏损 都正多正少的问题 所以这是英特尔的考量 包括很多美光 对吧 MU也是一样 都是存在着有抄底盘 但是指不指跌 我们还要看纳指这边 是不是就到了第一个回车位置 就不往下走了 是不是不往下走了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半导体 是出现了跳空往下走的 然后指跌形态 它这个就比较复杂 因为上方空间小 所以还是要看大方向 要看纳指 看纳指这边 它是不是在第一个位置就止跌 去把上方的缺口吃掉 吃掉以后 那这个回车就结束了 那这个回车就太小了 所以代表市场还是愿意继续高买 所以这个问题 简单和大家讲一下 AMD和304的问题 另外跟大家重点讲一下 我这个关于持仓的问题 之前的有四只股票都捡过仓 对吧 苹果是在132减的仓 今天一跳水跳到127 然后ISRG是更低的位置减的仓 是812减的仓 持仓成本是在574的一个位置 也是继续去持有的 DHI是在102减的仓 目前的市价是运行在101 现在我的持仓成本也都是比较低 在51 基本上是一个double的一个收益这边 然后要讲的是 英伟达这边先讲 英伟达这边也是之前减的仓 594减的仓 目前持仓成本是在496 预计在530到550再买回来的 这是之前很早就做过计划的 告诉大家 今天临时减仓的两只股票 是在PayPal和沃尔玛 跟大家讲一下减仓的一个规划 今天的PayPal是一个很典型的破位 其实昨天的时候就破位了 昨天我没有讲 但是昨天的评论区 实际上有很多朋友问到了PayPal 我还回复了 我说PayPal你可以卖 你可以卖 因为现在它是走了一个破位 结果今天中间也没有给什么反弹机会 直接破的更深了 我这么一看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等 它的明天的财报如何了 因为今天它已经给出了一个向下的趋势 由于这个地方破位之后 上方在昨天的收盘价附近的这个位置 就变成了一个压力 今天又往下跌了三个点 所以即便往上走也是以反弹对待了 暂时就是反弹对待 除非财报这边报处极大利好 但现在的财报预期是不错的 但是预期不错市场现在不给力 你没发现吗 财报出来之后很多股票都被卖掉了 它不是在往上涨 往上冲一冲马上就卖下来 所以看到这个情况我也就算了 PayPal这边我就往下做成本就完了 不考虑那么多 等它跌下来我再把它买回来 好吧 所以是减仓 今天减仓减了一半 PayPal这边252减了一半 持仓成本去到了214 之前233减的仓 也是处于安全考量 然后等待它回调之后 下去再把它在230附近再买回来的机会 这样的话做一个差价 便于以后更好的去长持优质的股票 好吧 并不是说减仓是代表看空 阶段性它如果有下行趋势的话 我没有必要去扛 大概就这意思 本来之前PayPal这边是有等财报的 现在就不想等了 就做了一个临时的变化 告诉大家一声 然后还有一只股票沃尔玛 沃尔玛这边也是做了一个临时变化 之前说的是143减仓对不对 然后下方破135也要减仓 但现在你看到这个情况就是 在昨天上工的时候最高去到了142.74 差了三毛钱 没让我减成 没减成没减成 没减成吧 我本来想看一下今天怎么样了 结果今天一看 还收了一个看跌形态 对吧 这个看跌的形态是一个看跌的报线 看跌的运线 这个是一个看空的一个小的 一个阶段看空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果断的 也是做了一个减仓 今天这个减仓减的少 因为消费品类的我想再多拿一点仓位 所以今天只减了三分之一 在140.8减了一点点 那么减完之后持仓成本124.9 因为之前是130.2建的仓 所以现在减了三分之一 然后去持有它 等它如果有回的机会 那么我到下面再把它买回来 好吧 如果它消费品它继续强势 特别是伴随着最近几天 如果纳指走弱 消费品金融这边还能继续走强 它又往上走了 那我没办法 那减了就减了 减了就拉倒 反正我还有其他的三分之二仓位继续持仓 不耽误我盈利 所以这就是一个考量 就是从成本的角度 从风险的角度 从仓位的角度 同时我也积累了大量的现金 等待好 如果指数往下走 往下走 我等待着到市场上去捡捡 稍微相对合理和低成本的便宜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毕竟我们说市场的回调 这里只是可能的一个止跌的位置 就是大回撤极限回撤这个位置 我们只能说可能会止跌 但是如果市场走空 真正的结构走空货位 这个地方跌破之后 也是可以走成大的空头趋势的 那个时候要做处理的 不是说我买完之后就不做处理了 还是要做好防守的 在这里买股票 是准备在这个地方买 但是买完之后要做好后方的 保护成本的一些计划 包括你的止损点位 甚至的put的一些进场的 准备保护的价位等等 这个都要想好 所以准备好在这买 这是一个大的计划和方向而已 但是市场有的时候总是不随人愿的 我们不能说每一次都能够 很好的踏准市场的节奏 但我们只能说尽力吧 争取自己在市场中 获胜的概率更大一些 把自己放到更加有利的一些地位上 好吧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去看待 OK 这个就是今天大致的一个方向 希望大家今天看到下跌 大家也不用太着急 好吧 对于手上有现金有子弹的朋友是机会 对于手上没现金没子弹的朋友 确实如果满仓重仓的 现在也是个煎熬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 你不要乱割肉 不要乱割肉 因为你特别是持有优质股票的 如果你乱割肉 割到这两个点上 那你基本上就是割的最低位 就是阶段性的最低位 如果你是这么割的情况下 特别是你不准备持仓 你准备清掉以后 不做这只股票了 你减仓无所谓 无所谓减仓 因为减仓你还有底仓 你还是代表你看多这只股票 所以大家不要把节奏做错了 节奏做错了 看到下跌就去完全乱割 看到上涨就疯狂去买去追高 那你老是反的 成本越做越高 然后总是在账面上做过三车 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 好 好